哈囉,大家好,我是魚 之前有網友在問 如果想要把很多的照片或影片 一次傳給很多人應該怎麼做呢? 有些人可能就是一個人一個人去傳 但是這樣其實是蠻沒效率的 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比較簡單快速的做法吧 那我一樣就先用我自己的個人群組來示範 首先你先找到你想要傳送的對象的其中一位 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像平常一樣 選擇這裡的圖片去傳送 那假設我是要傳送一個影片好了 我就單純點這個影片 然後按下傳送 那你等它上傳完 它就會送出去了 送出去之後 很多人就可能換下一個人 然後再傳送一次嘛 那這邊其實我們可以直接善用 這裡有一個分享的圖示有沒有 你把這個分享的圖示點下去 它就可以讓你選擇要傳送的對象 那這個時候呢右下角這裡有一個更多 你再把它點開來 這個時候它就會有很多的好友可以讓你選 你可以直接在右邊這邊把它選起來 選起來 好那它就會顯示在上面 你要傳送給誰 當你全部都選好之後 你只要按下分享 它就會傳送過去了 那我就先用我自己的另外一個群組 叫做靈機移動 我們來試試看 把它選起來之後呢 我們點右上角的這個分享 把它點下去 它就會告訴你 以與靈機移動分享 那當然你可以選很多個 它就會一次跟很多個分享 所以我們進來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 影片是也已經被傳送進來的 那它一次也可以選擇很多個影片或照片 那我來操作一次給大家看 那一樣先拿我第一個群組來示範 我們先把要傳送的東西一次選起來 譬如說這個影片 這兩個照片 我們都把它選起來之後呢 就按下傳送 所以呢 影片跟照片都會進來 那這照片剛好已經是兩個一組了 這裡一個分享就有兩個嘛 那我們其實可以在這上面長按 長按之後呢 你去選擇分享把它點下去 這時候會變成前面有勾勾可以選 你就可以打勾 打勾 那這些呢就會同時分享出去 那我再多放幾張圖片進去好了 像我又追加了兩個菜的照片 所以呢 現在我們要分享的是 這一個影片加這兩張照片 再加上這兩張照片 那其實對話的內容也可以啦 譬如說我這邊輸入個123 然後我們一樣把它送出 好 這些都是可以一起去分享的喔 那你就先挑其中一個 然後在上面長按 譬如說我選中間這張照片好了 先把它長按 長按之後 這邊去選擇分享 把它點下去 這時候前面就會有框框可以選了 我就把我要分享的東西全部把它選起來 譬如說這個123把它選起來 然後這裡還有這兩張圖 跟這個 那如果說你一大群圖裡面 你只有要選擇一兩個來分享的話 你也可以從這邊去單獨取笑一個或兩個這樣 這樣也是可以的 你選前面就會全部選起來 好 所以這幾個東西是我們選起來的 然後我想要分享的對吧 選完之後呢 直接點下面這裡有一個分享 點下去 那一樣就是選擇傳送對象 我們一樣先把它傳送到剛剛那個群組好了 你比較常在用的 它其實會出現在上面這裡啦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點 但是從這邊選的話 它就是直接傳送一個過去而已 如果你想要一次傳送很多個人 你還是要把這個更多把它點開來 然後在這裡面去單獨從前面 把人給選起來 所以這也是必須要這樣子 你才可以一次分享給很多人的 那我們一樣選擇分享 這時候呢 這些東西它就會過去 我們剛剛靈機一動的那一個群組裡面了 我們去看一下 有沒有 這個照片 照片 跟這個123 還有這個圖片 還有這個影片 全部都又進來了 所以這個就是可以讓你很快速的 把一群的照片影片 分享給別人的一個方法 而且是可以一次分享給很多個人的 會比你一個人一個人在那邊傳還要來得快 而且也不用每一次都重新再去選擇說 我要傳哪些影片 哪些照片 所以我是覺得 一開始我們還是可以先建一個自己的個人群組啦 把要分享的東西全部整理好之後 然後一次把它選起來 分享給對方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雖然是蠻基礎的東西 但是確實也蠻多人不知道的 而且又剛好有網友在問 所以呢 就趁這一集一次來跟大家分享這些小技巧啦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了 希望能夠對你有所幫助 我是宇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對啊 我也有在那邊 感谢观看